大家好,这节课呢,咱们就一起来学习LowRunner里边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关联 关联这个功能不单纯就是针对LowRunner本身 针对整个性能测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点 所以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知识点 那么在正式讲解这个关联的核心原理之前 咱们呢先通过前边录制的一些脚本来看一看啊 我们对脚本进行慢慢的逐步的这个优化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新的问题 咱们基于这个问题来找到解决方案 然后呢咱们再来回过头来看来总结关联它的一个价值所在 那么咱们打开view镜 这是我们之前录制过的一个登录和发帖的脚本 那这边呢再给大家这个重复一下 我们讲其实按照我们正常的一个操作流程去录制的脚本呢 它应该是像这个样子的 该有酷给信息的有酷给 那么打开首页就打开首页 点击登录 然后呢提交登录信息 一定都是按照我们一步一步的操作来录制出来的 但是我们讲 因为我们只是为了简单粗暴的去把请求发给服务器 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那么所以要实现登录的话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打开首页 也不需要点击登录页面 我们直接把这个登录的破词请求发给服务器就可以了 这个在前面咱们学习web测试课程里边 用Java来发送破词请求 到底是一样的 那么只不过呢 就是说作为普通的用户 他要正常完成这个动作 那他一定是按照先打开首页 再点击登录页面 最后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才能到达这一步 但是我们通过发请求的方式啊 直接就可以到达这一步 这样就完全可以实现登录的功能了 那么同样的发帖的功能来说也是 我们直接发送破词请求 而不需要还需要打开某一个板块 点击发表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其实都是可以忽略的 但是啊 也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 咱们现在把这个登录和发帖的两个请求放在一起 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本身了 但是对于性能测试来说 我们讲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要去模拟真实的场景 事实上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这两个请求是 没有办法模拟出来真实场景的 因为真实的场景的情况下 用户不可能直接可以发送破词请求给服务器 他一定需要打开首页 一定需要点击登录页面 才可以呢把这个用户名和密码输进去实现登录 所以它是不符合我们的真实的性能测试脚本的要求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啊 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去学习Lowrunner里边的这些功能点 所以呢 我们尽可能的让咱们自己的脚本简化 因为呢 不要让脚本本身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效率 或者说呢 干扰了我们的一个学习的重点 所以我们能简化多少就尽量去简化 那后边的话呢 我会有专门的课程去给大家讲 怎么正儿八经的再去把这些脚本进行优化 不单纯满足真实场景的要求 还要满足其他方面的一些要求 这是我们后边专门的课程来讲 怎么来对我们的录制的脚本进行一个有效的重构 这个 所以这节课呢 咱们就基于这两个比较简单的请求 继续来看下边我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首先的话呢 有这个脚本了 咱们还是来确认一下脚本本身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呢 确认两个登录请求 这个发帖的请求本身来说是可用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对这两个请求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比方说该实现参数化 我们要去实现参数化 慢慢的来优化它 并且呢 再遇到新的问题呢 咱们就慢慢的再去解决 先简单跑一跑 好 我们看到啊 整个脚本的话 没有发现有红色的地方 证明脚本运行是正常的 在这边啊 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 在这个地方 replaylog里边啊 我们看到脚本没有爆出 并不代表这个脚本运行的就完全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呢 还需要去确认 它有没有符合我们的一些业务逻辑的要求 这个脚本没有爆错 意味着呢 没有出现说响应里边是400多500多的这种错误的响应 脚本本身的语法规则也是对的 但是呢 我们要看看 这边没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的test results里边看到的结果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一定要做两次确认才可以正式确定的 好 我们看到啊 这边我们脚本运行了三次 但是呢 都是用lru的词来登录的 并且呢 因为没有做参数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报了一个错啊 请勿连续发表相同内容的主题啊 这个比较好解决 我们运行三次 然后呢 三次的主题都一样 它不允许主题重复 所以你看啊 虽然我们脚本本身没有报错 但是我们帖子是没有发成功的 所以呢 这是要满足它的 还需要满足它的 就脚本本身的功能 没有问题了以外 我们还需要去满足这个系统的业务层面的要求 这是我们性能测试里边必须要关注的 否则这个帖子都没发成功 咱们性能测试测出来的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过参数化了 所以对这个帖子标题重复的问题呢 我们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我们不可能每次都手工去改啊 这个在性能测试运行的过程当中 执行的过程当中 可能要发成千上万个帖子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避免这个帖子重复的问题 那么 怎么来解决呢 咱们可以使用参数化的方式 比方说这边 咱们的这个 这也是为什么啊 我们在录制的时候 特意在后边加了一个序号 其实也是为了避免啊 这个标题或者内容重复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这边呢 就不要用这个手工输入的序列号了 我们直接使用参数化里边有一个类型 叫做随机参数 用随机参数来 作为这个标题的一个编号 这样呢 就可以避免重复了 所以我们呢 去到参数列表里边 创 这边已经有创建好的RandomNumber 我们来就直接调用它就行了 咱们呢 给它输入一个 12356啊 输入一个6位的随机数 那UpdateValue啊 选择Each iteration 每一次迭代更新一次值 这边呢 我们1009就直接用咱们的这个RandomNumber 这个参数来代替 好 这样呢 它的每一次 它的序号呢 都会发生变化啊 这样就可以避免重复了 好 这边呢 我们也同样是有RandomNumber 好 这由于它是 每一次迭代更新一次值 所以呢 在这个一次迭代里边 这两个曲子呢 应该是一样的 好 这样的话呢 标题重复的问题 就可以得到解决 我们呢 再来运行一下 好 这个其实呢 也是我们在运行这个脚本 进行优化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 另外的一个问题 那么去解决它 遇到什么问题 咱们就去解决什么问题 工作当中也是这样 好 来看一看 Test Results 现在应该说 不会出现标题重复的问题了 好 887325 这是我们随机生成的一个序列号 好 这边的话呢 也是一个随机的 好 OK 登录也成功了 铁字也发成功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咱们第一个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了 通过参数化的方式 就可以解决 这也是我们学到的这些东西呢 一定把它灵活的运用起来 那现在我们当然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也就是咱们的用户名应该也要做参数化 因为呢 这是我们为了模拟真实场景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所以呢 咱们打开参数列表 确认一下用户名 又在那么这个参数 跟我们之前创建的是一致的 没有问题 好 那么我们呢 就把这个用户名 因为由于密码都是一样的 所以密码呢 咱们就直接写死就可以了 没必要去参数化 参数化它取的字还是12356 好 用户名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username这个参数来代替 好 往下 确定 好 这样呢 相当于咱们在运行的这三次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RunLogic里边啊 咱们运行三次 运行三次的过程当中 那么它就会用三个用户名去登录 然后呢 发三个不同的帖子出来 这比较符合真实的情况了 好 那么现在呢 咱们继续来运行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整个脚本运行呢 都很通畅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 来看一看 Test Results 看看登录和体 这个发体 功能上有没有彻底的成功 这边我们看到登录成功了 LRU的11 这一个用户 再来看看发体 好 这边我们注意到了 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 并没有说这个帖子标题 重复的问题 而是出现了一个非法请求 请返回从事 好 再来看看下边一个用户 用户名登录的是LRU的12 没有问题 那么发体 非法请求 好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们明明 刚才都是成功的能够发帖了 无非就是对用户名 进行了一个参数化而已嘛 怎么帖子就没有办法发成功了呢 告诉我非法请求 没有多余的任何信息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这就要从我们 本身的这个请求里边的一些内容 来去找到 寻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 我们看看啊 这边登录 其实核心的就用户名和密码 这边呢 有个什么CKTIME 这边的登录的这些数据 这个Post的值 看上去都比较正常 我们再来看看发体 发体的Post请求的这些 这个正文里边 我们来看啊 这边 大家注意看 看我们的正文里边 其实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唯独这边啊 有一个 有点不那么正常的这么一个字 0滴D2913B 这是一个 十六净值构成的这么一个字符算 感觉像是一个 就我们之前学Web测试 我们会看到 C型ID 它也是由十六净值的MD5编码构成的 感觉像这种值 就C型ID一样 每一次新的客户团去访问的时候 它的C型ID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而这种值其实也有点类似啊 我们看它有几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位 也就是说它能够表达的组合是八的十六次方啊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天文数字了 那么这个值 它为什么长得这么奇怪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值 这个正文 这个值的对应的名称叫Verify 刚才Verify 验证 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意味着是服务器端在验证我们客户端的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需要找到的一种感觉 就是当我们这个请求正文里边有一些很长一串的东西 或者说很奇怪的一些这个字符串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值它有可能是专门针对不同的客户 或者客户端或者说不同的这个用户名 它会专门有生成一个唯一的这么一个验证码一样的东西 其实这个感觉就像我们去登录一个系统 要再输入一个图片验证码里边的那些这个比较怪异的文本一样的 那它这边呢 当然没有产生图片验证码 但是那它产生了一个文本型的验证码 是不是道理也是一样的 事实上这是我们呢 要去寻找到的一种感觉 就是当发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去找这些问题可能的情况 这个呢 是我们长这个长期的经验积累会给我们的一种这个感觉 就像我们做测试做做多了以后 做久了以后 那么在哪些地方可能会发现问题 可能会发现bug 我们其实是自己是有意识的 当然如果对我们出去来说一点意识都没有 那么我们呢 也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在这个请求的证文当中 我们去找一些比较怪异的这些字符传 那这些字符传很有可能呢 它是动态在变化的 你看这些东西 这些标题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出的不存在 像这些111 这种不可能存在动态变化 它再怎么变 要么是1要么是0嘛 它不太会说去随便的去变化 但是这个 这种长得像验证码 或者像这个唯一性编号的 这种东西呢 它很有可能就动态变化 那是不是动态变化 我们呢 很简单的 来看一看 我们之前不也录过几次吗 我们来看看 它们对应的这个验证码 跟这一次录的这个验证码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就能够清楚 比方说X型1 我们录制的时候 这是我们第一次录制的脚本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也有个WIFI 但是它的指示4FD8 好我们再来看看 X型2录制出来的时候 它的指示什么 4FD8 第一次第二次一样的 第三次呢 第三次没有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四次 好 4FD8 诶 这一次呢变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是这 这一次我们也用4FD8呢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我们慢慢去寻找答案的一个过程 没有什么这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呢 不停的去设计 设想 设想是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然后呢去验证 大胆的猜测 我们小心的来求证就可以了 我们看以前录制的脚本都是这个 字符串 那么这一次我们有这个字符串 是不是也就可能不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用这个字符串替换了以后 再来运行一下这个脚本 好来确认一下啊 等它运行完我们来确认一下 铁字有没有发成功 非法请求 还是没有发成功 所以问题好像不在这 不是这个验证吗 更新了的原因 那 以前录制的脚本 我们继续在以前的脚本基础上 再运行一下试试看呗 以前脚本录完以后都没变化的 我们这一次呢 比方说X型2啊 我们就来运行一下X型2 直接插入这个X型2 X型5那就不运行了 我们来看看X型2 打开锁页有登录 有提交 那都没有问题 咱们来运行一下X型2 运行都算比较顺畅 咱们调试运行的过程当中啊 顺带的我们就看看下边的这个日志 看看呢 有没有里边有这个高亮红色显示有错误的地方 好 看看测试结果 这边是发体 100001啊 没有问题 好 相同内容的主题 这个铁字标题重复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一个以前录的脚本 第一个铁字是发成功了 它是可以正常发送的 而现在这个X型5的脚本 怎么它就发不了了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 我们刚才改动了什么 我们刚才改动了参数化这个东西 是不是因为不同的用户 好 我们先把这个先删除 还是回到X型5来 以前录的脚本没有问题 以前录的用户啊 还是原来的用户 我们以前的用户登录的是 每个用户看一看 DNY这个用户没有问题 好 X型5的时候我们改用了是LRUser10 这是我们最改原始录的LRUser10 对吧 后边用UserName这个参数替换了 然后的话呢 它所以这边呢 它的这个验证码呢也改了 好 这个我已经改不回来了 已经刚才没有拷贝 没有备份的一个验证码 没关系 我们继续来分析这个问题 这边我们的用户名 录制的用户名变了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验证码也变了 之前这个DNY的这个用户 它的验证码是4FD8F160 那后边的话呢 我们改成了LRUser10 所以看到这边验证码不一样 那么如果说我现在 相当于我们改了一个用户名 那么我现在呢 通过UserName这个参数化相对把每一次运行都把用户名给改掉了 那么每一次运行都把用户名给改掉了 按理说呢 那么每一次发请求这个验证码呢 是不是应该也跟随这个用户名继续再变 这是我们通过前边的脚本录制和回放 看到的这么一个规律 当用户名不一样的时候 这边的验证码好像是会变化的 这就是我们找到的一个规律 那找到了这个规律了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讲因为我们的用为了模拟真实的场景 用户名是一定要变的 不可能为了说防止这个验证码不变 我们用户名一直都不变 这样的情况呢 对性能来说是有影响的 所以用户名要变 这是必然的 我们只能基于用户名要改变 要被参数化的这个前提 来想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用户名变了 这边我们要想办法让他跟着变 这是我们重要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但是怎么能够让他跟着变呢 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 就类似于我们去登录一个网站 要输入这个图片的验证码一样 当然这边php问的呢 我们并没有设置让他输入图片验证码 比方说这边假设就有一个图片验证码 这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界面了 我们每一次输入用户名密码的时候呢 都要把图片验证码里边的这个验证码 给输进去才可以 那我们想输这个验证码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前提是什么 有一个前提就是服务器已经把这个图片给我们了 我们呢只是看到图片里边的东西在发送 发回给服务器 服务器是优先会把这个图片验证码 先发到我们客户端上 我们这样看到图片 找里边的文本 找到文本把它敲出来 再发回给服务器 所以这个图片验证码 它有一个过程就是服务器要 先生成这个图片 发给我 那好我们再想对于这种文本型的验证码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 我们呢实现登录 登录了以后呢开始发帖 那么发帖之前的时候 我们这个迫事请求会有一个验证码 跟随着迫事请求一起发回给服务器 那么它是不是有一个前提就是 咱们的服务器要优先把这个验证码 发回给我们客户端 我们客户端拿到这个验证码 再发回给服务器 这样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基本的验证的目的 或者说防作弊的一个目的 就像我们服务器我们当我们第一次去访问服务器的时候 服务器呢会申请生成一个Session ID分配给我们 然后呢每一次我呢都要把这个Session ID放在cookie当中 再发回给服务器是一个道理 我不可能是我客户端主动生成一个验证码 去发给服务器 这样服务器那边是没有办法验证 我这个验证码是对的还是错的 所以服务器端要验证 那一定是他先发给我 我呢再发给他啊 服务器看啊 我发给你的和你发回来的是一样的 这样就达到验证的目的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分析就是 这个东西呢一定是服务器先发给我们的 那么我们呢想办法从服务器响应当中 去把这个东西给找出来 放在这儿 然后呢再发回给服务器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注意一下啊 我刚才分析的这个思路 咱们其实无论是刚学还是说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 非常重要的是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了以后 一定要有一些大胆的一些设想 能想想想一下我们可能的一些原因 然后呢再去求证它 再去做一些实验 看看是不是这么这么一回事 这样呢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这是我们要要要去积累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呢刚才啊 分析的那段过程 大家一定要跟上这个节奏 咱们是怎么一步一步分析到这儿来的 那现在分析了 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咱们就来验证一下 服务器端有没有可能发回一个东西给我们 让我们呢主动的再发回给它做验证 好 那么我们要实现登录的这个Pose请求 这个这个验证码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发 我们回想一下 当我们实现登录的时候 这个图片验证码是服务器什么时候发给我们的 当我们打开这个登录页面的时候 这样吧 我们直接去 访问 PHP问的官网 它的登录呢是有验证码的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过程 点击登录 当我们点登录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片验证码 是不是就是服务器就发回给我们了 这是一张图片 这是一张图片 没有问题 我们是可以另乘用一张图片的 这是一张PNG的图片 好 那么当我们点击登录这个页面 这个时候这个一个Gate请求发过 发过去了 那么呢我们会看到服务器呢会 响应给我们一张图片 咱们通过HGP Wall器呢 同样也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好 我们呢 录制一下这个请求 点击登录 好 我们看到最后一张图片 就是我们的一个图片验证码的图片 这张图片非常复杂 那么 这个时候啊 我们获取到了图片验证码 无非就是呢 我们因为这里边的验证码 比较难识别 我们呢 人手工的去识别出来 再把它填进去 对吧 填进去了以后 80-24等于多少 等于56 把它填进去了以后呢 再发回给服务器 这样就可以达到验证的目的了 那么对于我们这边来说 好 我先实现登录 我们要去发体 那肯定不是在登录这儿的验证码了 我们选择一个板块 进到发体 在这个地方 我们呢 是不是就是输入帖子标题的内容 输完了 我们就点击提交 这个POSE请求就发给服务器了 那么提交这个POSE请求的时候 顺带的就会把我们这边的这些数据呢 都发回给服务器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再讲 有没有可能这个验证码 就这个文本验证码 就存在于这个页面当中 因为当我们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 这个页面其实发过去的是一个GET请求 就可以打开这个页面 当前发体的这个页面 当我们点击提交按钮的时候 这个POSE请求呢 才会被发送出去 那么我们呢 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页面 里边有没有可能需要我们需要的这个验证码 有的话呢 我们把它通过发送这个GET请求 获取到它的响应 然后呢 把这个响应里边的这一段文本 我们把它给找出来 通过这个字符串提取的方式 把它给提取出来 这样呢 就相当于我们就获取到了服务器端 发挥给我们的验证码 再把它随着我们POSE请求 一起再发挥给服务器 所以啊 我们来来看一看 右键选择查看原文件 我们呢 来找一找 有没有这种验证码 怎么找 在这里边呢 我们要去找这种动态变化的内容 刚才我们已经证明过了 它一定会变的 很有可能就随着用户名的不一样 它会变化 那么它 这种会动态变化的东西 我们不可能是通过这个验证码本身去搜索 这肯定收不到的 因为有可能完全变成不一样的东西了 所以呢 我们通过它的这个lane 等于verify这个键字 POSE真文里边的这个键 这边的对应的是指 这边对应的是键 我们来去搜索这个键的名称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信息 搜索verify 我把它这个verify直接拷贝下来 咱们到原文件里边 直接去搜索 按Ctrl F 查找 Ctrl V 复制verify 然后呢 查找一下 的确有东西 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变量 这是JavaScript的定义变量的方式 VAR verify hash等于 这边没有verify 它是verify hash 并不是我们要找的 我们要找的建名是verify 不是verify hash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verify hash后边的确跟了一个 长得很像我们这边想要的这个验证码 长得很像 长得再像 但是它的名称变量名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暂时先忽略 继续往下找 好 我们看到 这儿有个verify是 退出这个超量级按钮 对应的verify 我们看到这边有个3348A B18 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要找的东西呢 这是点退出按钮 并没并不是 发push请求 需要用到的 所以 也不见得是我们想要的 好 那继续往下看 还有没有别的 好 我们找到这儿了 我第554行 我们看到 有个name等于verify value等于 m 感觉这个就挺像了 为什么这个挺像呢 我们看到 这边是一个 input的一个输入 输入的一个文本框 只不过它的类型呢 是叫hidden 表示它是一个 隐藏的一个文本框 专业术语呢 叫做表单的隐藏域 域名的域 它是隐藏起来的 就是说 在我们发体的这个界面上 是不可见的 但是呢 它的确是表单里边的一个东西 它呢 是隶属于这个form 这个表单元素的 form这个表单元素的方法是post post提交到的 这个action是 post.php问号 我们看看 我们这边这个post请求 提交的 URL地址 相对于这个 网站的绝对路径来说 它就是post.php问号 我们看到了 它是一致的 那相当于呢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验证嘛 就是我们要找的 那找到了以后呢 相当于我们再把它提交回给 这个服务器就可以了 相当于啊 我们相当于已经找到这个验证码了 那这个验证码怎么生成呢 再来确认一下 当我们发送一个get请求 也就是说 访问这个URL地址 然后的话呢 打开了这个发帖的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里边呢 有这么一个服务器发挥给我们的验证码 我们呢 想办法把它找到 然后呢 再作为post请求 发挥给服务器 这样的这个目的是否就可以达到了呢 那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想办法来解决的一个问题 不见得这个这样做了 我们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啊 我们希望大家理解的是 咱们遇到问题了以后 到底怎么来分析的 其实我花了很长时间来讲这个过程 而不是直接给大家讲 观点是怎么做的 观点本身啊 我们看到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也不难理解观点的这个功能 我们要讲的是 这个思路 因为我们以后啊 我们现在用的是 PHP问的这个论坛程序 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以后我们去做自己系统的测试的时候 遇到的不见得就一定是同一种类型的问题 或者说不见得这个Refy 它一定就是在这个里边 这个表达里边 或者在这个隐藏域里边 有可能在响应的头里边 有可能呢 它隐藏在一些这个 甚至根本都不像是一个动态 要变化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也可能需要去查找它 所以我们啊 先要解决的就是 为什么 我们需要使用观点这个功能 然后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理解它背后的这个背景 好 找到这了以后呢 我们已经知道啊 我们想要干什么了 就很明确了 就是从这个get请求的响应里边 把这一段字 把这一段文本 给找出来 就把它给提取出来 然后呢 周围POSE请求 再发挥给福气 那接下来的问 面临的具体的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去 提取这个响应里边的值 那么 这节课呢 咱们就先把这个思路 先讲到这儿 下节课呢 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啊 怎么去获取到这个值 咱们这一课呢 先到这儿